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我们坚定的落实国防自主 由台湾自治的舰艇 一艘接一艘命名下水交舰 速度越来越快 它吃水前可以靠泊台湾沿海的渔港 它有隐形逆中的设计 不易被侦测到 在万江与岸江完成交舰之后 陀江级首批量产型全树完成交舰 届时将大幅强化我 海将防卫量能 海军强化战力 海巡你必须动起来 因为中国不断闯入我 尽限制水域 证明核定海域巡护准备计划 五年投入88.5亿元 要完成114艘次舰船艇准备 包括舰艇深度保养与主机采购作业 还允许使用年限到15年以上 同时预计年底全面完成监视系统装设 基于维护台湾的海江安全 也看到中国现在正无所不用其极的处处进逼 那当然我们要强化对我们海巡弟兄 海巡装备的全体提升 国家即将投入高达88.5亿的 海巡装备的相关的精进的采购 我们希望朝野一起来支持 海军海巡冲管旗下多层次捍卫海江 不让中国为首一围 明示节目看解释风台北亿南采访报道 选择